好大宝我六逼啊 前天看了李东旭这个新剧九尾狐传 其实这种讲啊 鬼神的奇幻韩剧这一年还挺多 那鬼怪不就是吗 但是我越看越不对今日啊 这里边是各种情节都感觉到似曾相识 那故事开始呢 就是说这个年幼女主和父母啊 开车路过这个狐狸岭 发生了车祸 他父母呢昏迷不醒 那么唯一清醒的小女主啊 就想喊人帮忙 那么结果这时候车窗前突然出现两个人 小女主一看 哎这不是我爹妈吗 那我身边被卡住了这两位是谁呢 再正眼原来是一场梦 那么小女主呢 好多端坐在家里边 父母就在身边 但是总感觉哪不对劲 八音合上了小马没有头 自己的衣服上还沾着血迹 那父母看了电视里播报的 活在现场 咱那哈哈大笑 很高兴的样子 小女主就试探了妈妈说 想吃这个胡桃饼干 她妈在厨房找了半天 没找到说饼干没了 明天我给你吃买 这个时候小女主就拿出了 藏着身后的剪刀 就刺向她妈 因为吧 她对肩果过敏 她不可能吃这种胡桃饼干 身为医生 她妈呢 不会忘记这个事 那她这个妈肯定是假的 那么妖精假扮的父母 一看了骗不下去了 就原形毕露 开始追赶小女主 关键时间那个男主呢 拎着个红傻就出现了 她拿出一颗猪的 就试探女主 说这不是我要找人 然后这个眼珠颜色一变 抹去了小女主的记忆 那么小女主再一睁眼 又回到了案发现场 只是车里的父母消失了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男主的设定了 她是一直活了一千多年的九尾狐 本来是长白山的山神 铁 我就知道这个韩剧 但凡涉及到长白山 他们就得加点私货 这长白山就算有山神 那也是我们中国的山神 是不是 啥时候又变成你们韩国的了 要知道长白山一直是咋的 是吧 1962年才分给了朝鲜一部分 但是这也不在韩国境内呢 天天你把隔着老远 眼差我们这个有啥用 要不你们就按照长白山 这个高度啊 挖口井叫长白井 自己乐乐得了 行不 我们这个男主 为了让死去的人类初恋 可以转世重生 就从这个山神 变成了一个打工人 再一个叫什么 初入王者管理局的机构打工 日常的工作 就是清除那些啊 在人界干坏事的妖精 维持人界的秩序 那么男主对初恋 念念不忘 因为他们九尾狐啊 是对感情忠贞不二的物种 一旦结队呢 就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伴侣 看到这我就比较奇怪了 以前你们韩剧可不是这样的呀 什么时候韩剧里的 狐狸这么钻情了 那么男主这个人设不就是 结爱里边那个贺兰静庭吗 都是善良 一些地位崇高 活了千年的老狐狸 都是爱上了人类的少女 完事呢 这个初恋死了 我们男主就活着 唯一目标就是 找到女主的转世 再续前缘 九尾狐传里 男主呢思念着初恋 遇到一个小男孩 就问他是不是外星人 男主说 我不是外星人 我是一只活了一千年的九尾狐 那么结爱里边呢 这个女主问男主的老家是在哪 男主说 我是活了九千年的外星狐狸 你好歹给我换个哈斯奇 是不是啊 这里边最像的是啥吧 这个结爱里边 男主随身带着一颗魅猪 靠这个来找自己转世的这个初恋 因为初恋呢 这个转世一见到他 就会爱上他 这魅猪啊 就会发光 那么九尾狐传里边 男主也是靠着一颗猪的来找初恋 你就说瞧不瞧 哎 人设也是一样 连魅猪的设定都一样 那么请问 这真的不是千岁大人的初恋之南韩分恋吗 操就操吧 你好歹给起个好听点的名字 直接就叫狐狸猪 啊 这个没文化 你说你连个新词都造不出来 一个点相似 你可以说是巧合 但是这么连黄的撞梗 你还能跟我说是巧合 你论不要脸 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我 你以为这个剧 他只是渐渐的一部分截爱吗 有好狐狸就有坏狐狸 男主是一个高贵的纯种九尾狐 他呢 还有一个半人半胡的这个昏雪弟弟 这个设定乍一看很像权权 其实不是 剧里面更像是吸血鬼日记 弟弟是一个病角 他恨他哥谈恋爱 是不是 只想着初恋 不管他 天天就挑事想引起的哥哥注意 用男主自己的话说啊 这哥们就是缺爱 那么知道女主对都市怪堂感兴趣 各种伪装套路我们女主 让他发现哥哥的真神 这个打架的这个画风 啊 瞬移的技能 无缝对接吸血鬼日记有没有 还有啊 非人类男主啊 能让人类思议这个设定 本身呢 不算稀奇 但是呢 让人思议前 这个眼珠会变色 这个设定 我最早也是在吸血鬼日记里面看到的 这场兄弟呼嚷之后呢 我们男主啊 本来抹去了女主的记忆 但是女主技高一筹 这一切都被他录了下来 他为了试探出男主的真身 直接从万丈高楼纵身一跃 我们男主肯定是要救他 那么这个男主呢 跳下去救女主啊 再来一个公主抱 那么身后呢 就是圆月的镜头 和这个日曼元气少女结缘神里边 八位就奶奶生的名场面 不能说非常相似吧 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到这里 这剧才算演完了一集 我已经看到了国产剧 美剧 甚至还有日曼的影子 第二集的开场 我们男主开始回忆和初恋的过往了 就这个五毛特效 这个辣眼睛的配色 特别是男主还穿着白沙衣 怎么了 兄弟 给我拍婚纱照呢 你演新娘 你这个男主这一身 确定不是在靠着 这个西洋秘里的月下先人吗 就这样 这粉丝还咋得给我喜呢 说只是设定类似啊 剧情走向可都不一样 是 斯密达拍了那么多 关于九尾狐的剧 转个人也很正常啊 那韩国人的剧 怎么能算超级呢 毕竟宇宙都是他们的嘛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这个剧是国产剧 那分分钟平民过万 你信不信 喷着他屎都不如 但是这部九尾狐转 竟然在头半有7.5分 我瞎了 他倒过来5.7 我都觉得他不值 就观众这个平常 对国产剧那个挑剧劲 为啥换成韩剧 他就这么宽容呢 我看那样机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确实也没啥可看的 我也不接你们看 感谢大伙们 收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